那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到他那里 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耶稣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要见你 他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在起初 天主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人 让人做他的孩子 可是因着罪恶 人离开了天主 圣经上象征的说被赶出乐园 实际上人跟天主之间有了距离 然后耶稣来让我们重新回到福家 我们平常说耶稣来救我们 通常人们理解成当我们有病了 耶稣会治好我 当我做生意不顺利 耶稣会帮助我 有什么事 我们真的可以求耶稣 是的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对耶稣的信仰 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 有一点可以像其他的教外人 可以去庙里烧香 可以去拜拜 那时候他们求的都是平安顺利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绝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 我们的需要放在他手中 他就随时准备满足我们 难道耶稣就这样来救我们吗 他自己说过 我所给你们的不是世界所给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要的 都是世界上的东西 耶稣怎么来救我们 到底带给我们什么 教宗本度十六时这样说 耶稣来别的带给我们的都不重要 他给了我们一位父亲 让我们重新回到天父的大家庭 这正是你看耶稣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如果仔细听 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原来天父的家庭因着罪恶被毁坏了 我们离开了天父 现在他让我们再回到父家 你们是我的兄弟姊妹母亲 我们谁不愿意进入这个大家庭 给耶稣亲近 有耶稣有父做我们的靠山 可是有一个条件 耶稣说 那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没有别的条件 不是说你需要有多少资本才能入股 你需要有什么学历才能要你 你需要有健康聪明想面试一下 不 耶稣别的条件都没有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因为在这时候 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来找他 有人说哇他们在外边等你 耶稣说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谁呢 耶稣一下子让我们打开眼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兄弟姊妹和母亲 在这儿 耶稣一点贬义都没有 不是说不承认他的母亲羞辱他的母亲 绝对不会 在这儿相反 耶稣所说的话 他不是我的母亲吗 其实 你们看我的母亲 谁想成为我的母亲 必须像他那样 听天主的话而活出来 告诉我们他的母亲玛利亚 之所以成为母亲 因为他接受了天主的话 我是上主的辈女 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吧 玛利亚是一位聆听天主话的女子 正像她的表姐说的 那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女子是有福的 看 跟这里耶稣说的话连在了一起 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 谁都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还不只是听 而且实行 然后透过今天的福音 我们自己可以问问 我愿意成为耶稣的亲人吗 我愿意进入父的大家庭吗 我可能说无所谓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将来愿意得救 升天堂 升天堂就是进入天父的家 如果我们现在不渴望 将来肯定 升不了天堂 但是光渴望不够 耶稣告诉我们要走的路 进入父家 有两点 听天主的话实行 我们每天是不是听天主的话 每天很多人花时间在电视 在手机 在网络 在吃喝 在娱乐 在保持健康 在各个方面 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 在听天主的话上 十分钟 还是二十分钟 每天我们愿意打开天主的话 或者听一会儿道理 我渴望天主的话 进到我内 然后我才实践 其实天主每天都给我们说话 可不是一次说了就够了 在圣经上都写到那里了 不 每天 当我们打开圣经 当我们听道理 当我们望弥撒 当我们 可以透过很多的时候 天主给我们说话 首先就是借着圣经 然后我们聆听 在一种祈祷的气氛中 主请你发言 你的仆人在此聆听 我们就会听到 很多的时候不是天主不说话 天主每天给我们说话 我们听不见而已 因为我们太忙 很多的噪音淹没了我们 让我们开始愿意聆听天主的话 而且祈求圣神能够把听到的明白 那把一句 然后时间 很多人都在听 但是听过去就没了 常说这个耳朵进起 这个耳朵出来 就完了 每天都在听 听了半年 听了一年 发现也没什么新鲜的 都是这样 慢慢的就不再渴望了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昨天的福音 耶稣说 凡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慢慢 连有的就丢了 每天我们实践天主的话 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渴望 这就是天主的话 奇怪 给我们吃东西不一样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吃一个馒头 吃一碗面条 一会儿就饱了 吃第二碗 吃第三碗 吃不下去了 天主的话 甘甜如蜜 我们越吃越饿 要不耶稣说 饥饿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越接近天主 我们越渴望 我们越饥饿 我们越想吃 我们聆听 我们实践天主的话 每天一点点 一句话 比如说在今天 听了天主的话 我们怎么实践呢 你可以放在祈祷中 主啊 让我喜欢的花吧 然后也可以自己 跟自己规定一个时间表 每天 早上早起 十五分钟 然后坐下来 甚至在洗漱以前 先坐下来 在床上也行 读一会儿天主的话 或者晚上睡觉之前 一天结束了 读一会儿天主的话 我再休息 慢慢地让天主的话 进入我内 我们就会成为 天主的家人 否则不是 祈求耶稣 以祂的话吸引我们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